大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日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系哈巴谷书第二章 大家可以先行祈祷 然后读经一次 聆听神他自己的话语 香港是一个讲求效率的地方 香港人偏向 时时都要讲求快 快不知不觉成为了香港人一个生存的技巧 的而且确有些事情 我们会期望能够马上处理得好 又或者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底下 能够尽快解决 例如持续了差不多已经一年的疫情 不但现时仍未能体见 何时才可以止息 最近本地单日确诊的情况又反复飙升 实在叫人十分无奈和难受 又或者好像先知哈巴谷所面对的情况 就是奸恶长久未被情治 正义未得伸张 所以先知在书里面一开始就展现出 他是何等心急如焚 甚至带着埋怨来到去询问耶和华 他要等到几时 他的祷告才能够蒙随听呢 他要等到几时 才得以在强暴当中被拯救呢 对先知来说 耶和华是行公义 赏善佛恶的神 但先知的经历 却是这个公义迟迟未得彰显 以至带来很多内心 和情绪的交战 所以今天我们从经文看到神的回应 就是劝勉先知还要等候 但神保证祂的公义审判 快要应然必然临到 当我们知道 耶和华对先知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若然未报时辰未到呢 不过值得留意的 因为神总是愿意 给予机会人离弃罪恶 真心悔改 所以这里的重点 应该是在于强调神 祂是掌管一切 包括了审判和刑罚 万事都在神的计划和时间里面 而神的计划和时间 并不是好像人的意念一样 同时 神提出祂的定子是不会改变的 人在任何境况之下 都应当持守良善正直 并且晓得安然 在神的看管之下过生活 因此 神接触给了先知另一个重要的回应 就是为异人恩信得生 在这里 叫我们知道面对恶人得逞 良善受压的时候 属神的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安慰 按照一些圣经学者的理解 二人指的是遵行神的律法和典章的人 由于神和神的道是正直的 二人行在其中成为心里正直的人 这样才能够在面对神最终的审判的时候 得以传活 另外 信是信实的意思 只到稳固不变 可靠 没有任何的虚假 而二人恩信得生 正好就对比了前半节 对加勒底人的谈论 就是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的评语 在邪恶的世代 二人就必然遭受攻击 正直和公义 也都会遭遇迫害 持守良善 看来是无法马上压止邪恶 人心就很容易出现 为求目的可以不习手段的想法 若然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了 好似恶魔一样的仇敌 而良善正直公义 就不会再在世上得以彰显 因此 以和话神 给予先知的教导和提醒 就是 当邪恶越来越猖狂 属神的人 就更要信靠神 行在祂的教训之下 不单止外在的行为表现 甚至内心的动机 亦都当持守顺全正直 因为这样 才算是神所越纳 和所期盼的 而且 唯有这样 才能够显出 真正敬拜耶和华的人 和那些敬拜雕刻偶像的人 所不同的地方 这样做 并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 而是恩着神 祂应许的一份盼望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求祢保守我们的心 当我们在生活的境况当中 遇到邪恶张狂 公义正直失落的时候 求祢加添我们的信心和爱心 帮助我们紧守遵行祢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显出祢的美善 不要叫我们落入撒旦的网囊 成为祂的劳博 因为唯有祢 是我们独一的主 是我们一生效忠的对象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门